好了说完了阿里的和蚂蚁金属之外 我们再来说说最近比较火爆的 这个华为进军电动车 那么上周末呢 华为高调的宣布 他们的几乎阿尔法系列 这个车载或者说人工智能车载系统正式面试 这也标志的在继小米之后 中国又一家科技企业进军了电动车版块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企业 原本是在做手机的也好 做互联网的也好 都去电动车呢 这个咱们就要从一个其他方面来说起 我们知道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 像美英法日本等等德国 这些主要国家 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制造业 尤其是在汽车工业上相当发达 一个国家从中等发达国家 到达高度发达国家 一个明显的标志 就是他们深知 他们的国家通常有一个 或者多个汽车品牌 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 我们知道呢 近几年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他从手机的三星LG 到他的汽车 现代和企业 正被世界逐步接受 那更不要说日本或者是德国 美国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 已经是世界第二 但是呢 在传统汽车品牌上 却依然没有一个品牌 能够畅销全世界 因为在传统汽车制造领域 一竞争已经非常激烈 二 为数时间 时间已经不多了 包括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包括亚洲一些国家也好 都制定了 从2020年 2023年 说错是2030年 到2050年 这个时间段不等 达到这个时间之后 欧洲将会最早 开始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汽车 其他的国家 有的定在2040 有的国家定在2050 甚至于再稍微晚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 柴油汽车和汽油汽车 在未来将会逐步退出世界舞台 取而代之的就是电动车 在电动车上 中国和其他传统汽车制造企业的差距 没有传统汽车这么大 所以这也是中国的汽车企业 和一些网络科技企业 能够在这个地方 有超越别人的机会 再加上我们知道 现在传统汽车 中国每年的销量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超过500万两 所以说这个体量 如果全部变成电动车 那么它每一年的市场 份额就是达到了 万亿人民币之多 这么大的蛋糕 谁都想来分一口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 像恒大进入了电动车板块 百度进入电动车板块 小米和华为 也进入电动车板块 相信过不了多久 基本上所有的互联网企业 包括阿里和腾讯 或多或少的 都会进入到这个板块 为什么 就是两个原因 一 有钱赚 二 国家的政策扶持 税收政策 经济政策 财政补贴 都让更多企业 来进入这个板块 为的是什么 就为的是在电动车领域 能够部分达到 甚至于最好是全部达到 世界较为领先 因为在传统汽车之道上 已经不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的 华为进入电动车板块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 互联网科技企业 进入电动车板块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